所以我覺得他厲害就厲害在 他把的妹其實大概都沒有人知道 對啊 所以就他那個意思這個意思嘛 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厲害 就是他高招就是他可能有把到妹 可是完全 大家都Silence 媒體也不知道 所以周董列表太多其實就是 表列太多 所以現場有人選周董嗎 沒有 我選他們兩個線 親自接觸他們來看 我是被周杰倫電的暈頭鑽起來 真的 沒有沒有真的 我覺得周杰倫把名真的太高 他是怎樣對你 譬如說我跑周杰倫跟跑羅志祥對不對 然後羅志祥就算跑他的線跑很久了 然後呢 他看到你的時候 他也是臉很酷的樣子 譬如他在休息室 羅志祥看到你 羅志祥也是這樣 是喔 對 然後呢 他是不行 不會 羅志祥看到我都還滿開心的 然後他看到我都很開心啊 他看到A女跟B女開心得要命啊 對啊 不是這樣的 羅志祥看到我也滿開心的 然後很多旁邊的人都說 他是浩如啊 然後小豬就說 我知道 我認識啊 就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他不知道我沒有認識這麼久了 他可能不喜歡你這型的 周杰倫看到你 我上次有說嘛 他有說 唉唷 變囉 唉唷老囉 再來出其不意的從你耳朵後面這樣 便出一個十塊錢 欸女生超痴 我跟你講窩心耶 而且你訪問他訪問到一半 他說啊 結果你這次唱片什麼什麼 他就講一講說 欸 浩如你等一下 你現在屁股後面 你現在會覺得有點坐立難安 什麼東西 他說哪有哪有 他從你屁股後面那個 牛仔褲的口袋 掏出也是掏出一個硬幣 變魔術 就這樣變出來 然後你就說啊 唉唷 真是不好意思 什麼時候有的這樣子 我跟妳講喔 誰好玩笑話 不是不是 我是說真的啦 幫我跟妳講 怎樣怎樣 這個L女多厲害 我又見識到她的功力了 怎樣怎樣 你知道嗎 她把自己的身價 立刻拉到 跟一個某一個甜心主播 是一樣地位 幹嘛呀 你知道嗎 妳更多厲害 因為L 因為J 那個周杰倫只對媒體會這樣對不對 當年跟了甜心主播 也是因為採訪的關係嘛 對 可是我感覺良好 好了 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每個人都喜歡不一樣的嘛 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名嘴界的郝紹文 來幫我們說 這樣 不要這樣 她不喜歡你 欸欸欸欸 妳看人家想說話 想說話 想說話 想看我跌倒啊 搞什麼 他不喜歡人家說她是郝紹文 那他特別要像誰嗎 蔡明亮 喜歡人家說她是蔡明亮 嘴氣有影響喔 對不對 有像耶 好 來來來 趕快 我們來看題目吧 我今天這一集好難錄喔 都是渴死 來 請問如果你現在要製作一個大型的綜藝節目 你要找諸葛亮還是胡瓜來當主持人 喔 這簡單 為什麼 欸其實蠻難選 因為這兩位都是老大哥嘛 聽黃聽黃 然後也都在黃金時段有節目 但像之前呢 那個諸葛亮不是還有嗆胡瓜嗎 對 就說啊 但為什麼說出很好 所以他沒有站出來 他站出來一定得第一啦 所以要是你們的話 欸 你們會選哪一位胡瓜 而且金鐘獎若明蛋一出來 諸葛亮又嗆 對 評審沒有taste 對啊 所以如果你們是製作人的話 我覺得這一集不用抽耶 我就是抽到孟姐 真的假的 欸欸 對 來來來 曼姐 OK啊 如果你是製作人的話 你會選胡瓜還是諸葛亮 其實是都是蠻好的 息苦相當啊 都很厲害 如果說是以我選的話 我會選諸葛亮的一個人是 為毛為毛 他經常是很隨性的 他沒有稿子的 我覺得這種功力是非常好的 很難 而且非常可愛的 隨便一個動作 他都可以掰出一長串的動 他會用一些劇情出來 就性首輾來 對 他演一下成立就是 瓜哥不行囉 瓜哥也是很OK 瓜哥我們也都有配合過 而且他也都是很 真的好可怕 你為什麼挖洞給三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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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呢 哎唷 TG 迪波拉的兒子 迪波拉的兒子 迪波拉的兒子來自我哥來回答一下 我從母性 你是製作人的話 你會選豬哥亮還是胡瓜的 我選胡瓜啊 因為你看朱大哥 他從這個出國留學回來以後 朱大哥的節目其實都是同一個類型 同一個類型 就是比較秀場式風格 對 那他的節目的多元性我覺得比較少 但你看瓜哥 瓜哥是不是是綜藝圈不死鳥 是不是 是啊 對啊 但瓜哥他主持的節目 Range很廣耶 畢製節目對不對 兩性節目 紅娘節目 然後 選秀 選秀節目還有外景節目 比較多元化 而且你想想看 通常只有朱大哥打人 沒有人敢打朱大哥 當然啊 我們哪敢打 之前連余大哥都被朱大哥打臉耶 對不對 但是瓜哥呢 你可以抓去輪牆的 瓜哥也可以反串 真的啊 是不是 那也可以把他推進比較用詞 對 那也可以拿他的派打他臉 真的嗎 然後拿章魚丟他去 那都OK都OK 所以我會覺得說 相對就是跟朱大哥比起來 因為朱大哥是天王嘛 對不對 當然瓜哥以前秀場還是他旁邊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在這個部分 可能那個Range會比較廣一點 所以如果說我要做一個大型綜藝節目呢 我會比較選瓜哥這樣 哎唷 大家都講囉 每個人不一樣喔 曼姐是朱哥亮 然後志偉哥是瓜哥 那我要問一下我們的製作人 玉琳哥 欸那你的話 你要選誰呢 我講得很公平客觀 當然還是瓜哥 首先 體力的問題 體力 怎樣不一樣 大哥體力不好 在年齡上佔優勢 所以瓜哥可以從早路到 欸他那個綜藝大集合外景 有時候五點出門 凌晨五點出門 晚上十二點才回家 那朱大哥 這個不能怪他 因為他畢竟年紀比較大 那有時候錄到下午三四點 他要睡個午覺 是喔 對會累嘛 一定會累 對啊有這種 跟那個無關啦 很慢 應該取四個耶 瓜哥 瓜哥只有取十個好不好 所以體力上的負恨的時候 還有剛剛志偉講了一個很大的重點 我們同一個型態 未必能做得很久 那萬一這個型態 ISO3不好 那我們要換型態嘛 對不對 那你覺得朱大哥 可以去搞金頭腦那樣的東西嗎 一直問答 那他也不太適合說去出 那種那個遊戲的外景 也不行 要輪牆的 搭配的 所以就是說他的 可發揮的這個範圍比較狹窄 那瓜哥的範圍比較廣泛 謝謝大家 精闢的見解 那最後一題 我相信 我應該也不用去找賣 我想說 走個笑 不用 回去 來 最後一題 各位 看一下最後一題是什麼 看什麼壓軸題目 對 我也不知道 是壓軸的嗎 麻什麼 是肯麻辣的嗎 當然是麻辣 麻辣比較好玩 來 還有來啦 來 請問 你覺得大陸節目比較好看 還是台灣節目比較好看呢 這題很簡單 這題其實滿難的 因為我知道最近我非常多大陸的朋友在看我們的節目 但是呢 對 很多人在看網上新聞 而且之前也有人說啊 就說你們幹嘛一直買大陸的節目呢 那你們就比賽 看誰會買節目就好啦 那我要跟大陸朋友講一句 他們現在最流行的語 怎麼樣怎麼樣 我和我的小夥伴們都驚呆了 驚呆了 驚呆了 這大陸現在流行的一句話喔 喔 到底是哪兩位要來回答這個問題呢 這個問題 又是那一大人哥 不是 這個 瑞瑞哥 他一定是台灣的 瑞瑞哥 你好好講喔 你們大陸的朋友都可以講 我從頭講到我也都沒聲音了 我有水 你要不要喝一下 我跟你講 我覺得 是 我覺得台灣的節目比較好看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他自己每天哈到你家做他做的 他一定多好看啊 謝謝你幫我什麼 謝謝妹妹幫我 他只看哈到你一下 對 而且他新聞只有哈 沒有 我沒看 不用看 還做一個愛情 不是 因為大陸的節目啊 很多人我都不認識 那你就是沒有常常去看 對不對 對 然後不認識之外呢 就是我覺得台灣的節目 會比較有那種 我覺得比較有親近性啦 比較親近性 跟我們 因為我們生活在台灣嘛 要關聯性 你叫我去看 當然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一個選秀節目 歌唱表演才藝的 你像看大陸幾十億人口 台灣怎麼 台灣兩千多萬人耶 那幾十億跟兩千多萬 那個比例齁 你說他要選人才 他一定 我們選秀節目做那麼多 你已經唱到不知道誰還會唱了啦 但大陸齁 他還可以唱好幾年 因為他人太多了 而且他現在已經開始 沒有禁止生一胎了 你知道嗎 現在可以生兩胎 所以他人會越來越多 你真的好瞭解喔 對 所以我覺得除了選秀節目 可能我覺得大陸是有看同 當然不是那種宮廷劇啦 因為它有地利之變嘛 對不對 我們以前人在中影拍啊 對不對 好可憐喔 中影現在都已經關門了 現在都到大陸去拍了 還有全部都過去了 除了這個之外 我真的覺得 朋友啊 要看台灣的節目就是 愛台灣啦 愛台灣啦 好 各位都是選台灣的節目 你們都沒有反應啦 我覺得晚上 因為我們會出現同一個畫面 應該以為我跟妳一起打開 而且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 各位觀眾 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 剛剛周緯哥講的時候 我們的企劃在打哈欠 好嘞 下一個人 要回答這個問題 你一定是邁大哥 是誰呢 1 2 3 我真的沒有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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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大哥 到底是大陸 你只要靈兩集的到高 到底是大陸節目 我剛開始台灣的節目 邁大哥OK啦 我一定選大陸的 那為什麼 對啊 你看喔 像剛那個做哈到你家的主持人 他都只看自己的節目 他的眼界有夠狹隘 你知道嗎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是井底之蛙 他要去看一下別人的節目 還知道說自己要怎麼樣更進步 是是 所以你覺得他的主持 他節目做得很好 他沒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 他都不錯 因為他每次到那個家 人家都沒看過那個家 都蠻好看的 像主持公平沒有什麼要改進 他戴那個帽子很可愛 戴帽子還不錯 那為什麼大陸的節目 你比較喜歡做 我覺得他們做節目 其實他們當然他們去找這些人 然後這些人都有故事 我覺得這裡面會 你知道我們看電視 除了娛樂之外 很希望讓我們自己 第一個情感能夠宣洩 對 我們哭聲鼓宣洩 第二個 他希望能夠給我們人生一些起敵 譬如說我聽他的故事 我就會自己想一想說 啊我現在應該要惜福 或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有一種 要愛惜生命 對 他喜歡故事啦 可是麥哥哥你如果不在乎真的假的 那你應該支持我的分手 分手擂台 對啊 烏爾濟 分手擂台選擇 我要講 我其實蠻喜歡看分手擂台的 我當時 你不要跟我鞠躬 我當時有 我一定要跟你鞠躬 沒有 我當時有感覺喔 為什麼不找我來做評審 我一定會講出很多絕妙的東西 來跟那些參賽者講的分享 是是是來不及了 所以你就知道 每次我都會看那個節目 但是那個節目就是有故事嘛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他們做節目 其實你不要講選秀節目 我最近在北京看到一個 很厲害的幾個節目 一個是我們范范跟蕭敬騰的 最美和聲 你知道我們蕭敬騰 在台灣的審話一哥對不對 到那邊 我剛到那邊自製足跡 我每次看 我每次去看他們節目 都看到三四點 很厲害 哎呀 今天這一集真的是太勁爆了 純屬伯君一笑如有雷同 希望大家也不要介意喔 那今天謝謝各位囉 我們好新聞學習一下 馬上回來 來 加油 好開心喔 然後禮拜五回答大家問題的時間到了 那今天呢 我們是從哈新聞的臉書 選到Mandy了 他的問題是呢 請問志偉哥啊 說賣面的婆婆帶兩個孫子的麵店地址 想幫婆婆賣面帶小孩 謝謝你 所以這個問題請志偉哥來幫我們回答 好感動 就更新喔 對 而且其實在網路上蠻多人的 不是只有他一個 我們是從到 對我知道了 所以說因為知道很多網友在關心 我覺得這個地方 他是在新莊運動公園一帶 然後我有 這禮拜我特別去看了 因為已經一個多禮拜 沒看到婆婆出來賣面了 所以讓我有點擔心 希望他一切是OK的 反正那個詳細的地址呢 我們會在我們哈勤文的臉書上面寫下來 那希望大家呢 有時間的去看一下婆婆 那接下來我們進 下一次的新聞是無尊的新聞 那依然帥氣 自憂民好民法的話 深深一鞠躬 一段時間 深深一鞠躬 無尊的新書發表會 意外變成結婚生子說明會 今天到底你可以開放給記者問 是任何時度都可以問嗎 對今天就 太好了 就 你們就開刀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的 整個結婚的 還要訂婚結婚 和姓北比的時間點 結婚的時候 是大概在2009年的年底吧 對 然後 你兒生出來的時候 是大概 2010年 對 然後他跟我一樣 自己的底座 因為他快三歲了 2011年 無尊就曾被週刊爆料 早已結婚生女 但他當時極力否認 現在豈不是自打嘴巴 曹靖瑩幫忙緩甲 無尊撇清 趁機炒書 卻加碼爆料 要再次當霸 對 要想 超人家的幾月 也是 也是天平座 一男一女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之前有做錯的一些東西 講錯的話 在這邊跟大家道歉 對 對 對